在经历了一宫和二宫的淘汰后 节目剩下25位姐姐开启了第三轮公演 此前二宫结束后 曾有爆料称吴倩 李彩化 汪小敏和赵丽娜四位姐姐遭到淘汰 但如今来看爆料出现了偏差 吴倩并没有被淘汰 出现在了三宫赛场 二宫只淘汰了李彩化 汪小敏和赵丽娜三位姐姐 三宫的赛制将姐姐们分成了三个大组 每组有两个表演 分成两个赛道演出 最后将每组两个赛道的得分相加算总分 排名第一的依然是全员晋级 排名靠后的则需要根据姐姐的个人喜爱度确定淘汰人选 这赛制基本算是浪姐最常规的赛制 淘汰低人气姐姐可以帮助节目稳固收视 这次三宫 谢娜选择让人数少的三人组对抗另外两个联盟的五人组 而选择用多人组来对打对方的三人组 有点想要田击赛马的意思 为此谢娜三人组派出了艾伦 取赢两个老将带无忧出战 力保三人组不会在五人组面前太过劣势 然后期望多人组在对决中展现实力 而从最后的结果来看 谢娜组并没有取得想象中的优势 三人组虽然在第一轮展现了不错的实力 拿下了803的票数排名居中 但多人组并没有拿到太多人数优势 在第二轮的票数比拼中依旧排名第二 因此票数差距并不明显 跟谢娜这边田击赛马的策略不同 艾伦组的策略基本就是有蛇有德 基本是将宝都压在了五人组的 山河图、尚、艾伦、龚琳娜、徐怀玉三人都是不错的唱将 搭配陈一涵和张佳妮两个能唱能跳 是力争想要五人组赛道争夺第一 至于三人组 吴倩、李沙明子和知福则更像是被舍弃的 三人中吴倩和李沙明子都是低人气姐姐 两次公演都在被淘汰边缘 而知福作为外国艺人也难以扛起大旗 三人表演想去海边 这种小清新的歌曲 虽然说跟三人比较适配 但也只能说是不拖后腿就算成功 这次三公结果也比较符合艾伦组的谋划 五人组的山河图成功夺得五人组第一 获得819票 跟第二名拉开了16票的差距 只是知福三人的想去海边 成绩不够理想 只获得了796票 在第二轮表演中排名垫底 一次第一 一次第三 艾勒组的总成绩反而排在最后 相较于谢娜的田击赛马 艾勒的宝大气小 刘亦云这组就显得更有底气一些 除了苏州和这歌选的有点吃亏外 不管五人组还是三人组看起来都非常有实力 尤其是三人组更称得上是王炸组合 卢靖山 刘希君和美伊里牙 可以说是刘亦云组准备的杀器 美伊里牙如今算是浪姐 中人气最高的姐姐之一 这次三公现场 美伊里牙的呼声是此起彼伏 而刘希君和卢靖山两人 也是这一季节目的老搭档了 三人演唱王妃的《归途有风》 直接拿到了全场最高票数857票 一下就拉开了彼此的差距 不过就是五人组的苏州和的表现比较平淡 表现不佳 只获得了792票排在末尾 要不然以美伊里牙三人的票数 刘亦云组基本能稳稳全员晋级 而如今三组的总成绩相差并不大 孙岳作为这季的大姐大 表现得并没有宁静那么有冲劲 也没有纳英那么杂杂乎乎 资历够但人气一直不高 三组姐姐都用了不同的谋略来备战三公 但从结果来看 基本都没达到他们的预期 毕竟舞台上的表现谁也说不准 这两轮下来 三个组的票数一直咬得很紧 第一名刘亦云组跟第三名L组也就只有34票的优势 最终结果还得看对长袖的比拼 而最后节目组并没有在现场公布对长袖的票数 到底属于哪个队长 这里面其实就给了更多观众猜测和想象的空间 对比以前节目录制完就知道结果 这次节目组很明显藏了一些手段 并且也给了节目组一些调控的空间 虽然会遭到不少粉丝质疑 但也掉足了胃口 但从队长票来看 就算Ella拿到了最高票数 最后应该也还要面临淘汰组员的危机 相较之下更多的看点就是 看刘亦云和谢娜两组谁能夺得第一 三公的淘汰名单已经被曝光 网传陈佳化同盟的李莎明子和谢娜同盟的吴优被淘汰 坐上双生威显位的是陈亦涵和吴倩 值得一提的是 浪解四虽然已经是名副其实的爆款 但争议内容并不少 甚至可以说是节目出圈的头号功臣 比如一公 Problem 输给 龙泉 谢娜被吐槽用力过猛 徐怀玉划水明显等 尽管二公有哪些争议未知 但就目前被曝光的三公录制情况来看 届时正片播出后的争议也不少 因为豆瓣 浪解 专组中已经吵过一波了 观众大喊别投谢娜 现场回应一公吐槽 在一公的众多争议中 现场某观众大喊别投美伊里牙热度很高 一度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热议 主要争议点还是她的国籍 一公上半场播完当天 浪解 节目组公开发表了一份声明 如果小编没记错的话 这是该节目开播四季以来 官方首次下场 尽管该声明没有具体指向 但小编认为 目的之一就是 澄清美伊里牙这一事件 因为不少网友怀疑 该观众是芒果内部人 也就是说节目组被质疑控票 进美伊里牙后 谢娜在三公录制现场 也遭遇了类似的情况 网传某观众在队长合作秀时 大喊别投八号 而谢娜当天的投票编号 就是八 值得一提的是 一公和三公喊话 别投美伊里牙 及谢娜的都是男观众 以至于大量节目粉丝 已经开始呼吁节目组 选择大众评审或观众时 别邀请男性 毕竟这是一档女性励志 敬演综艺 小编其实很不理解 为什么谢娜会遭遇如此多且高的恶意 如果是主持风格的问题 那她在浪姐四中是参赛选手 如果是因为实力问题 不是专业唱跳歌手的她 比浪姐四中很多演员 甚至歌手的舞蹈水平都强 以谢娜的知名度 她其实完全不需要靠浪姐四翻红 正如她首期节目说的那样 她是真的喜欢唱跳这件事 所以才不为刘言加盟 但面对那么多的恶意 谢娜都看到了 因为三宫现场提到了 用力过猛蜡笔小新表情管理等一宫时的吐槽 她也知道自己实力不如陈佳化和刘亦云 说如果不是事关团队 她也觉得应该投票给另外两位队长 但愿网上对谢娜的无端恶意能少一些 她没有那么差 更没有那么坏 刘希君组拿最高分 邀请合唱团被置疑作弊 三宫前两轮的六个舞台中 刘亦云同盟中刘希君 美伊里牙和卢靖山合唱的《归途有风》 拿到了全场最高分857 尽管《归途有风》是王飞献唱的《万里归途》的主题曲 但其实这首歌的传唱度并不高 而且战装唱在《浪姐》中并不吃香 这个表演之所以能拿到全场最高分 200多人的合唱团功不可没 以至于部分网友认为刘希君组是作弊行为 但幸好 质疑的仅仅是少部分人 更多网友还是持赞同的态度 因为该组拿最高分的主力依然是刘希君 美伊里牙和卢靖山这三位实力派合唱团只是辅助 更何况 并不是说把200多人的合唱团搬上舞台就稳赢 如果是唱功不佳的演员姐姐们这样做 很容易被碾压 值得一提的是 网传这版《归途有风》 效果很震撼 唱哭了很多现场观众 相信不少网友的期待值已经拉满 迫不及待想看看一个战装舞台 如何能拿到三宫的最高分 徐怀玉没拖后腿 但被指依然划水 浪姐四出舞台和一宫的出圈 徐怀玉功不可没 出舞台的 纷飞 唱功下降明显 最终只拿到了倒数第九的名次 一宫参与的 路灯下的小姑娘 划水明显 个人喜爱度 排名又跌到了倒数第七 在三宫的录制中 徐怀玉搭档陈佳化 宫灵娜 张嘉宁和陈一涵合作了 山河图拿到了第一轮的第一名 整体表现尚可 没有一宫中那么拖后腿的行为 但是 依然有部分观众指出 徐怀玉在表演中还存在动作慢半拍 看队友怎么跳的情况 而且某一句高音被吐槽不行 当然了 也有观众说 徐怀玉当天台风好太多 自己的部分又霸气又美 拉票环节提到他练习石腿受伤了 所以某些动作做不到位 一宫严重滑水被骂后 徐怀玉就成了浪解四中的焦点人物之一 二宫他与张嘉宁 赵丽娜合作的 开网早晨的午夜 是全场最低分 也是唯一一个没过800分的舞台 届时可能还会被骂 而从三宫的爆料来看 徐怀玉依然难逃被吐槽的命运 真可谓是一朝不慎满盘皆输 一宫丢掉的口碑和路人员 已经很难彻底挽回了 毕竟他已经45岁了 本就不是强vocal 也不是唱跳大魔王 真人秀中也不出彩 不太可能凭借某个舞台实现口碑大反转 这趟浪解四之旅 徐怀玉注定难以爆红了 这趟浪解四之旅